Defkong 戰隊 今天我們的主角就是參加 2018駭客大賽世界盃 The Depkong CTF 得到季軍的Hikong 戰隊 站起來一下 請坐 以及首度打進全球決選大賽的BFS 戰隊 請站起來一下 Defkong 戰隊今年打敗中國 日本等強隊 得到全球第三名的佳績 而我們年輕的BFS 戰隊 則是第一次打入25隊決賽 並獲得第12名的成績 不只是表現很好 也讓我們看到振奮的未來性跟潛力 去年跟大家見面以後 我就請李之偉來協調 讓政府能夠投入更多的資源 來培養資安的人才 教育部也規劃新型態的資安屬席課程 也請Hikong 戰隊的高手們來當老師 把技術傳承給我們的BFS 戰隊 這個課程在總主持人台科大 吳宗成教授的帶領之下 經過4年的培訓已經看到成果 所以這次兩隊都有很好的成績表現 讓我們在培育年輕的資安人才上更有信心 我們也會繼續給各位最大的支持 今天請各位來除了分享喜悅表達恭喜之意外 我也要再次強調 現在的臺灣在資通訊安全的面向上 其實是面對非常大的挑戰 傳統的安全定義正在改變 事實上 就在我們現在說話的每分每秒 無論是針對我們的關鍵基礎設施 或者是相關的資訊防護機制 都持續有來自境外的資安攻擊跟威脅 因此在今年9月 國安會提出我國首部資安戰略報告 未來我們相關部會還要投入更多的資源 落實關鍵基礎設施的防護 持續培養自安的人才 只有在這樣雙管齊下 才能夠跟著上資通訊防護 一日千里的快速變化 更是守護國家安全飛走不可的方向 所以我要再次歡迎大家 也要恭喜大家能夠讓團隊 讓臺灣在世界舞台上發光發熱 再次感謝大家 也歡迎大家再次來總統府 謝謝